肛門劍士普魯對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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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肛門的兩側的一個成對的一個線體 那它是呈現水滴型到囊袋型 一般的位置它在肛門的四點鐘跟八點鐘方向各有一個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排泄的時候 識別地盤 第二個就是說確認彼此的身份 第三個就是說 它可以幫助它潤滑它的便便可以達到這些效果 一般來說其實健康毛孩他們基本上都會自己在排便的時候 自己會排泄這個肛門線 但是有一些狗狗如果說它都沒有外出 需要做地盤的識別 還有就是說他們可能太過肥胖 有一些脂肪組織它會阻礙肛門線排空的這個口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幫它做排出 擠的時間大概是二到四周 在擠的方式我們第一個首先要先把它這個尾巴的部分 一定要先拉到往上抬之後 這個時候可以順勢的把 兩側的四點鐘跟八點鐘方向的肛門線 可以提到向後側 這個時候因為它開口高在四點鐘跟八點鐘方向 於是我們必須要拿一個衛生紙、紙巾去捏住它的囊體 然後往肛門的方向擠 你會摸到一個囊體的東西 順順地往那邊擠 就可以幫它做一個排空的動作 方式大概這樣 不過有些狗狗就還是需要輔助 或者是可能需要專業人員再幫你訓練一次 那之後可能再自己操作這樣比較合適 愛寶寵物保健專家 關心您家毛寶貝的健康